动漫中一般都有团宠,就连喜羊羊与灰太郎也不例外,但这个团宠既不是作为村花的美羊羊,也不是我们公认的可爱懒羊羊,而是很容易被人忽略的班长暖羊羊。 别看暖羊羊平时一副强壮威武的模样,实际上她非常有前置,在暖羊羊带上变身发布后,她变成了高颜值美羊小百合。 在看到这样的暖羊羊时,草原的动物们都被她迷住了,在决战此时代中,暖羊羊手身成功,变成了一个苗条少女。 在看到这样的暖羊羊时,喜羊羊和灰太郎都惊呆了,根本不敢相信这竟然是暖羊羊,毕竟这样的她颜值实在太高了。 除此之外,在剧中还有四个角色非常宠暖羊羊,第一个就是焦太郎,她是灰太郎的侄子,在刚来到青青草原时,焦太郎就认识了暖羊羊。 在刚开始时,他们还被对方吓了一跳,焦太郎因为从小被猴子养大,所以她从来不吃羊,唯独只爱吃香蕉。 在发现她的这个特性后,暖羊羊一首次放下芥蒂,和焦太郎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。 当暖羊羊遇到危险,被灰太郎抓走,焦太郎就会第一时间站出来保护她。 第二个是扁嘴伦,她是暖羊羊的偶像,虽然扁嘴伦是一只鸭子,但她却是井青草原一个非常厉害的歌唱家。 在第一次听到扁嘴伦唱歌时,暖羊羊就被扁嘴伦圈粉了,甚至还给她写了非常多的信。 所以在得知有这么一个粉丝后,扁嘴伦一直对她非常友善。 第三个是机械羊,他们是来自蔚来的小羊。 在扁嘴伦运动会的最后大战中,机械羊为了保护暖羊羊,应生生挨了一枚大炮,最终导致牺牲。 第四个是盘羊领队,在暖羊羊的盘羊混血身份被发现后,盘羊队长就一直对暖羊羊关爱有加,将她当成自己家的后备照顾着。 好了,这期的视频就说到这里,想看更多精彩视频,关注桃子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